欢迎大家收看追梦第一现场 我们有请今天的追梦人 先说一下自己的条件 94年坐标成多 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化妆品销售 升高16年年收入10k 车房暂时没有买 买不起就买不起 什么叫暂时没有买 你要买得起你不早就买了 照你这样讲我也可以讲 是吧 我暂时买不起北京四合院 是不是 合适的话计划一年内结婚 就是急了 赶紧找老生结庞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找有要求 重点30岁上下不超过3岁 五官端正身体健康 身高180以上 低于180不考虑 本科以上悬念 在成都有一百瓶以上独立婚房 不跟男方父母一起住 说明什么 说明至少要两套款以上 存款一百万以上 不然无法维持婚后生活 月收入五万以上 成熟稳重不花心 最重要的一定要对我好 对我父母好 我父母是农村人 不能嫌弃我父母 什么叫你父母是农村人 你父母是农村人 难道你不是吗 真的是 那蛤蛤蟆进城两天 你以为自己是青蛙了 如果能达到我要求的 我也愿意陪他一起奋斗 哎呦 人家都有这个条件了 人家需要你陪他奋斗吗 就我说能听你 你们只知道对的富人说 陪人家奋斗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陪 懂吗 人家已经成功了 人家达到这个条件 人家可以随便找老婆了 还需要你不离不弃 我说实话 你这个就是看见有钱人 就往上扑 甩都甩不掉那种 还生死相噎 神比马娘都画不出 你要的这种人 你这个是找对象吗 你这个叫基因改造项目 懂吗 给你们家改赞基因的 TVBA选远元 说实话要求都没你高 霸造总裁爱上我看多了 是吧 现在已经离不开了 走不出来了 网络赏文 我说实话都不敢这么写 你们张口就来 你这个要求拍成电影 科幻片看了都惭愧 真的 哎呀